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不应该去问 我们应该总是有正确答案 所以你首先要把这些被训练的被灌输的东西通通丢开 在所有地方你被灌输 认为问问题是弱者象征的一切 你是否愿意通通错误比较创造 然后开始去提问问题 开始去展开自己 愿意去不设防 不设防是让自己打开 愿意去接收宇宙别人的贡献 那宇宙是透过别人出现的 当你向宇宙问问题的时候 宇宙不会来敲你的门 它是透过人出现在你面前 所以当你问问题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接收更多 透过接收人 透过事物来接收更多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金钱 当你在问问题 你在要请求接收更多的时候 你必须要打开自己 去接收更多 所以在所有地方你买入的观点认为 问问题是错误的 是虚弱的 你是否愿意通通错误并不再创造 那刚才讲的这个是AC的清理剧 你可以到www.theclearingstatement.com 得到更多资讯 这个是AC的清理剧 所以怎样可以比这更好 可以怎么样运用在金钱上呢 那我手边其实有一本ACC与金钱一天课的手册 这是一堂很帮的课 那手册里面一天课的手册里面有很多很帮的工具 所以首先我要先读一段有关金钱的文章 让我们有比较清楚的概念 因为当我们在问怎么样可以比这更好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定义金钱 什么是金钱的 所谓的更好的金钱 很多人把金钱看成是钞票 是户头里面的钱 但是金钱不只是现金 金钱可以用很多方式留住你的生活 不光是现金 现金流 但是首先你必须要去承认他们 所以首先你必须要去承认所有金钱可以不同 出现的不同方式 所以现在你是否愿意开始去承认 金钱出现在你人生中的各种不同方式 所以你的伴侣会不会为你付晚餐的钱 这是金钱出现在你面前 有没有人请你喝咖啡 这也是金钱出现在你面前 那有没有客户出现在你面前送你什么东西呢 这也是金钱出现 如果你去旅馆 你会不会被升级 那你会不会收到免费的课 有些人 你们当中有些人跟导师合作 你就可以获得免费的课程 免费的训练 所以金钱有什么不同的方式会出现在你面前呢 那可能不是固化的 而不是真正的钞票 但是你其实可以用很多方式接受金钱 但是你没有在接受他们 比方说有人为我做脸 这也是我接受金钱一种方式 他为我做脸 然后他就可以来上我的课 所以我们彼此交换金钱方式是不一样的 再是食物 我丈夫可能在旅馆工作 那所以他老是会带免费的食物来给我吃 这也是金钱出现在我面前的另一种方式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请你喝咖啡 你的伴侣 为你付 犯钱 有钱人给你东西 请你去承认这一切 承认他是钱 他出现了 所以去承认说 哇这是金钱出现在我面前 怎么样可以比这更好呢 先承认他 然后去提问 怎样可以比这更好 所以你们当中有多少人 误解误认 认为 接收金钱唯一的方式就是接收信金 那如果你可以去承认 你所有的金钱流 那会怎么样 所以你有多少金钱流 是你没有在承认的 感觉很多 所以说这一切 所有不允许去承认 金钱流的一切 我们是否通通错误 比如上造 所以金钱用多少 多少不是现金的方式出现在你人生中 所以请大家去看看 金钱用多少方式出现在你人生中 但他不是现金 再问一次 金钱已经用什么方式出现在你面前了 只是他不是现金 很好 有人说是你的保险公司为你付疗程 没错 所以你有没有保险公司会为你付你的看诊 或者是你有没有跟什么按摩师交换 有没有人帮你化妆 有没有人给你衣服 所以有多少方式是金钱可以出现在你人生中 但他不是现金 你的家人会送你东西吗 你的伴侣会送你东西吗 有多少人送你钱 但是他不是实际钱的样子 所以你从来不承认他 那你现在是否愿意开始承认这一切 所以你还在什么地方接收到金钱 但是你没有承认 然后现在请大家开始去承认 然后提问怎么样可以比这更好 哇我刚刚接收到更多钱了 怎么样可以比这更好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 要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这一切出现 你有多少次把你接收到的东西看成理所当然 你一直在觉得说 一直在跟别人说你有金钱问题 而不是承认说你有在接收 你有在创造 那你越是去接收承认你的创造 你然后去接收更多 那你有更多的接收就会出现 所以你还能接收什么其他事物 但是是你没有承认的 除非你承认 否则不能接收更多 所以你还可以去接收什么别的东西 而然是你从来没有承认过的 在什么地方 你还可以去接收金钱 但是你从来没有承认过那一切 还有多少不同的方式是你可以接收金钱的 但是你从来没有承认过 那现在金钱可以用什么不受限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 这是个很棒的第一问 课本里面的 现在金钱可以用什么不受限的方式 无限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 宇宙让我看见 现在金钱可以用什么无限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 而那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那所以我不允许 所以这一切完全轻松出现的一切 通通错误别不在创造 所以你是否愿意 不要再去计算 定义 去算 有多少钱 有什么方式金钱会出现 然后允许金钱用随机的神奇的 奇迹般的方式进入你的人生 所以不允许的一切 我们是否通通错误别不在创造 很好 有人说 他收到会 那个一个月免费的会员 去参加健身房 没错 你看有好多方式可以去接收金钱 像我 我也接收到有余佳会员资格 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做余佳 这很棒的 所以你们当中 有多少人 收到很棒的交易 获得很棒的交易 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这也是你在接收 怎样可以比这更好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 还有什么其他不受限的方式 我还可以用什么其他形式来接收金钱 我在什么地方接收金钱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承认 我在谁那里接收金钱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承认 我是否愿意去放弃我的计算 放弃我的定义 不再认为说钱应该该怎么来 然后允许金钱用随机 魔法奇迹的方式进入人生 这不代表说你要关闭你对金钱的觉察 不代表说你要不再去跟金钱临债 不代表说你不再去觉察你的财务状况 不再去觉察说钱怎么进来怎么出去 他的意思是你要放弃不要再去创造 不要再去计算说钱怎么来 然后开始去请求接收更多 去提问怎么样可以比这更好 不要再去做结论 那我们说请求你才能接收 除非你请求你就不能接收 所以在多少地方你没有再请求更多出现 你在多少地方没有再请求更多钱到你面前来 因为你没有再承认已经出现在你面前的钱 所以现在你是否愿意承认 在所有地方钱出现在你面前 在所有地方你觉察到说 哇这里有钱出现 这里有人送我东西 在这里我获得了点数之类的 怎么样可以比较更好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 我还可以在什么其他地方接收 还可以用什么其他方式接收 那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说不允许的一切 那我们通通说也不再创造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 很快的练习 怎样可以比较更好运用在金钱上 请大家去玩玩这个提问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那这些提问 我刚才说过是来自于 AC事与金钱手册里 那是个一天课 那七月我会开一堂这个课 我还没有把它放到我的网站上 我还在想是要在佛罗迪达开 还是要开线上课 如果你想上线上课的话 欢迎让我知道 这样我比较好安排 但是总之请大家去玩玩这些提问 看看会出现什么 那明天我们会把这个提问应用在事业和金钱 那我们看看明天会出现什么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祝大家晚上愉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